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是完全不同的一番景象了 比如在非洲横行无阻的狮子 曾经也是某种鸟类的盘中餐 这种猛禽站立足有两米多 翅膀展开能达到七米 仍然不禁想起神雕侠侣里面巨雕的形象 今天就让阿祖来带大家认识一下阿根廷巨鹰 在人们眼中 老鹰虽然算得上是比较大的猛禽 但还不至于站着身高都超过两米 确实 现在的时代并不存在这样的庞然大物 不过 现代不存在 并非代表曾经没有 听说过这种巨鹰的观众应该不多 因为它们生活的年代已经非常久远了 属于新晋季后期的古生物 而阿根廷巨鹰也是古生物研究迄今为止 发现的第二大飞禽 顺带一提 排名第一的是丧氏围驰鸟 一种生活在距今2500到2800万年前的海鸟 说回阿根廷巨鹰 因为这种生物的化石 主要都是在阿根廷地区发现的 所以才以此进行命名 虽然称之为巨鹰 但阿根廷巨鹰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鹰 我们常说的老鹰是属于笋形木鹰科 而阿根廷巨鹰属于笋形木 鸡鸟科 一般被认为是冠 物旧等现代大型猛禽的祖先 关于这种生物的第一个标本是在1980年 被古生物学家坎贝尔发现的 当时这位古生物学家就意识到 阿根廷巨鹰可能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飞行之一 因为阿根廷巨鹰最大驿展能达到7米 即使是站立状态还有2米高 7米的驿展大概是个什么概念呢 现代世界上最大飞行鸟类是安提斯 神旧和信天翁 前者的驿展可达3米 后者更是达到惊人的4米 但与阿根廷巨鹰相比它们还是太弱了 7米的驿展跟现代一架塞斯纳152轻型飞机几乎相等 尽管目前基本上还没有找到这种猛禽的完整骨架 但是根据古生物研究专家的推测 它的体重应该平均在70公斤左右 而最大的可能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还要多 这样的体型能够飞上天空 在今天看来都很难想象 毕竟越是庞大的鸟类 飞行难度就越高 所以历史上甚至一度有人怀疑 阿根廷巨鹰也许根本不会飞 它们的生活方式应该和古恶类的生活方式差不多 但是经过对化石的仔细分析之后 生物学家认为 这种猛禽应该是确定能够飞行无疑的 因为它的身体和两翼中都反映出了适合飞行的特点 一些研究专门针对巨鹰进行了模型还原 试图还原其飞行状态 得出的结果显示 阿根廷巨鹰的巨大体型确实对它们的飞行造成了一定影响 但是并不是说飞不起来或者飞得慢飞得低 而是它们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一种特殊的方式 那就是以滑翔代替飞行 阿根廷巨鹰的肌肉力量并不足以支撑它庞大的身体 从原地腾空 甚至不能保持连续的拍打翅膀来进行飞行 过大的身躯使得阿根廷巨鹰无法动力飞行 但它并没有像鸵鸟一样翅膀退化 而是与风神翼龙一样使用了滑翔的飞行方式 也就是说对于它们而言 翅膀的作用和一般的鸟儿不同 不是用来拍打以获得台声的福利 而是用来保持平衡以控制自己的方向 在起飞的时候 它们仍然需要用拍打来完成第一步 但是只要进入到平稳的气流中之后 阿根廷巨鹰就能通过翅膀张开之后的结构 来实现飞行 任意滑翔 当然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推测 整个过程参考了类似巨型飞行的活动方式 比如著名的安蒂斯突救 就基本上是这个飞行模式 说到这种动物 不少人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 金庸神雕侠里中的那只巨大神雕 实际上 自从阿根廷巨鹰越来越出名以后 不少人都将那只大雕的圆形当成了它 作为一个旁人大物 阿根廷巨鹰的食物 自然也与普通的老鹰不一样了 身为一种食物飞禽 阿根廷巨鹰在它所处的年代 可以说是站在绝对的食物链顶端 一百多公斤的身形 加上钱偶利的钩状晦脚 足以让它们把十几二十公斤的动物 瞬间叼起来 它们的利物往往体型较大 就连狮子都难逃过它们的魔爪 值得一提的是 虽然这家伙个头很大 但是它的颌骨依旧不够强壮 这就意味着若是遇见了中型和大型动物 它无法直接用自己成弯钩状的绘 将对方撕碎 只能将对方抓起来慢慢折磨 所以也有人推测 阿根廷巨鹰应该更喜欢体型较小的生物 或者大型动物的幼崽 因为捕食这种动物更加容易 并且从其头骨构造来看 这家伙应该不会有先心 将猎物肢解然后吃掉 而是会直接选择生吞 当然这种进食方式并不是阿根廷巨鹰的首创 现代的很多大型猛禽 也会将猎物连骨带肉一起消化 此外 需要注意的是 阿根廷巨鹰享用美食的地点 基本都是在天上 之前阿祖已经说过了 起飞对阿根廷巨鹰来说并不容易 所以它们会尽量保持长时间的飞行 只有休息和助潮才会落下 就这样 阿根廷巨鹰每天都会掠过潘帕斯草原 在吃饱喝足之后返回高山或者树梢上进行休息 虽然填饱肚子要花不少功夫 但是它的生活还是比较安逸的 因为至今都没有发现这家伙有天敌 当然 虽然刚才阿祖说了 阿根廷巨鹰能够捕猎狮子 不过 从能力上说 这个表述是没有问题的 但从事实上讲 捕获狮子 只是对阿根廷巨鹰狩猎能力的一种类比 因为阿根廷巨鹰生活的那个年代 还没有什么狮子 同时期的生物大多是剑齿虎等 说到这儿有人可能不理解 既然没有天敌 阿根廷巨鹰怎么会灭绝呢 它们到底是什么时候灭绝的 从目前找到的化石 以及各种研究资料来看 阿根廷巨鹰的灭绝时间 应该是一万年前 而那个时间段刚好是最后一个冰河时代结束的时候 其实在这一时期有大量的动物都灭绝了 而受整个食物链的影响 阿根廷巨鹰的猎物数量应该也明显减少 所以这些巨无霸在那时恐怕也很难吃饱了 长死以往灭绝也是很正常的事情 还有一种说法是 它们在繁殖上没有什么优势 生育率不高 一只阿根廷巨鹰 在适合生育的阶段 也只有个位数的后代 一个蛋从孕育到孵化有整整两年多的周期 并且因为基因限制 鸟类的蛋生下来之后也会面临很多问题 比如存活率不高 很容易在关键的成长阶段就出现意外 必须要长到足够大之后 才能应对来自外界的威胁 众所周知 越是大型越是处在食物链顶端的生物 繁衍就会越困难 除了自然环境的影响之外 也有人提出了另外一种假设 那就是人类活动的影响 因为在全球环境的巨变之下 早期人类也面临无食可吃的困境 所以当时擅长制造工具的人们 可能会猎杀阿根廷巨鹰来使用 许多人认为 这种推测脱离时机 要知道这可是一窄如同一架飞机的老鹰 那时候的人类凭什么能猎杀它呢 事实上这并不夸张 在历史上我们的祖先所及之处 总是会有大量的物种灭绝 比如在智人进入澳洲大陆以后 澳大利亚的24种体重超过50千克的大型动物中 就有23种灭绝了 而在南美大陆上 时间大约是1.26万年到1.39万年这个节点 这里的60个鼠的大型哺乳动物中 就有50个完全灭绝 因此这种猜测不无道理 体型大并不是保命符 还可能成为率先针对的目标 并且回顾历史就会发现 动物的灭绝与人类的扩张 具有很大的相关性 当然阿文廷巨鹰到底鹰和灭绝 至今依旧没有定论 恐怕只有等人们找到更多它们的化石 才能确定了 好了 今天内容就到这里了 你还想了解哪些世界上有趣的动物呢 视频下方留言告诉阿祖吧 当然 也别忘了订阅阿祖的频道 这样每天都可以和阿祖一起 感叹大自然的奇妙之处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